好我们来看一下 WW对这FL的第三局 上半场选择了月亮和公园 上来是 nonino 多机械先知以后 再搬了一手心理 这边的话 搬掉他的雕刻和女巫吗 应该再闪的话 可能还没确定 因为nonino 现在是没在国府打 我没有注意过他 不知道他会不会一手破轮 其实这个局 对于FL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靠他去打一个四抓 然后队友保平真胜 才能把比赛打下去的 他们需要一个四 所以说我觉得 女巫被搬掉的话 破轮 雕刻女巫被搬掉的话 只有破轮了 破轮是一个好选择 破轮是一个好选择 但是要前提是要 他会打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那天我闲来没事 去打了一把破轮 天晓得有多难打 哇 真的是 我感觉我不变身 我都能打到人 变了身以后 就感觉自己是个寒皮 真的 在这破轮想滚人 我还想着 我 我 这个角色在共演服的时候 还打过 也没这么难打呀 对吧 现在就是大家都会遛破轮了 你拿出来 全程 打到密码机结束 球者全部跑完 我总共大概撵到了 不超过三次人 地图是红教堂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游戏 这个破轮 蜘蛛吗 打蜘蛛 打这套阵容 不可能四抓呀 这怎么四抓 球者这边跑一个 监管者下一局留一个 就赢了 蜘蛛来追四 哎呦 这个破轮不不练一手吗 这套阵容破轮是可以打的 但蜘蛛的话 我真觉得没机会了 这套阵容是一套 非常扎实的阵容 甚至这套阵容 在比如说 国服高端局排位当中 你搬完以后 他们拿出这套阵容 都很开心啊 这套阵容又能打 能牵制 能辅助啊 你套非常完美的阵容 掏出一个传统的 追击型蜘蛛来打 你宝瓶都够呛 更别说真剩了 不太好打 不太好打 他得是什么样的节奏 因为你要防止的是什么呢 防止的是穷者脉啊 因为这个蜘蛛 他要追四的 他追三都不一定够 落后五分 掏一个蜘蛛 在我的想象当中啊 在我的数据库当中 这套阵容 跟蜘蛛打 模拟一下的话 我觉得趋向于一个平局 然后真剩面的话 可能求生者还高一点 求生者还高一点 但凡你前期 比如蜘蛛上来开局 遇到的是不想抓的人 我觉得这个局就 偏一个 求生者宝瓶真剩了 带的是个传送 但是你传送传谁呢 你传谁都有切直能力 三个跳跳 带一个祭司 这边一手传 传到的是 病患吧应该 病患手里面三个勾 跟你慢慢玩了 对不对 我不求六道天荒地了 我只求三个勾交完 三个勾交完完成任务 队长我勾交完了 队长说好的你躺下吧 你休息吧 我们就准备去庆祝了 真的呀 这个局没得打 真没得打 蜘蛛得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开局才行 这边传送交了 车一开过河 这边是穷者有这样一波配合 把车先给开过来了 给这样的一个队友使用 还是说这边病患 自己把车开过来 留在这个点 防止你蜘蛛传送我 都有可能 因为开局的话没留意到 这手的话其实还蛮不错的 他们这手车的一个准备 蜘蛛传送迎交了的话 确实很难了 没了 那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我这局可以把话说的很满 就是这局蜘蛛不可能四抓 这个话我可以说的很满 然后你说蜘蛛能不能 宝平或者能不能挣个三呢 我觉得 也很难 宝平我觉得可能可以盘一盘吧 真个三抓蜘蛛能赢 我简直不敢相信啊 毕竟对面也是一直打比赛 一直打上来的 对吧 虽然说这支队伍我没怎么见过 是一支新崛起的新兴的队伍 但是确实看着他们 基本打下来也是非常好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机子的话第一轮修完三台 求人者是可以通过两波搏命套 然后祭司连大洞来补机子 拖出一个四人开门站的 这边前锋直接选择撞救嘛 我觉得一个单刀型监管者的话 拖一拖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更有机会去争一个多 不过他们这边撞救的一个考虑就是 不要给你蜘蛛有任何的防守机会 这样的话呢就万无一失了 把这边的病患带走 病患走 导到一个不干尔密码机的地方 然后博命这边时间脱够 下一波救完 救完以后你找个角落准备躺好 准备飞天啊 怎么办呢 这真没办法 你换谁来我觉得都没有办法 当对面只想保平的时候 这个局你掏个蜘蛛真没机会 这里的话刚才如果打一个 打个正式也不行 他压一波双喷都不一定有用啊 就这里打一波双倒都不一定有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小镜头啊 傭兵这边是交互逼过来的 尽早过来会更好一点啊 这张地图因为比较远 如果说你过来的晚了 让这边蜘蛛把这个血线给压住了 因为蜘蛛是有四分之一伤害的吐司 吐中以后万一打一个震射 那蜘蛛有可能能翻盘 吐一口 这边前锋也过来了 球人这边打得很稳啊 我觉得这个WW这个战队很会打比赛啊 这边的一个壮旧也好 佣兵提前过来也好 不给蜘蛛任何机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剩下三个人 然后插一台机子 你传送到祭司那边 祭司直接穿大洞走就可以了 外面这边重新再补一台 你传送过去我们这边再开补 你不传送嘛 反正这边也没有三连 你不传送你在这边慢慢抓 那边祭司免兵兵兵点亮 打出一些机会 还要保一手 Lonino这边的话是没有蛛丝 他减刑不了 你还别说 这波前锋保还真的可以 密码机 牵起来 撞 漂亮 这最后一点点球 这边的球的话 主要是配合了 应该是刚刚有一个翻版加速吧 要不然这波球感觉不一定撞得晕 测一个小拐弯180度球 打了一个四人开门战 他们真的是先稳 稳着稳着稳着以后 发现机子够了以后 再打得凶 这波球人就打得真好 完美无缺 完美无缺 当然也是阵容原因 这套阵容确实强 这套阵容打蜘蛛 一打一个准的 这套阵容蜘蛛 你可以打 但是你拿出来 你只能保平 你真胜的话 是建立在穷者前期 可能会给到一些机会的情况下 你才有机会真胜 或者说在防守的过程中 你要打出一些双倒 甚至救不下来的情况 稍时休想 看双方 那第三局的话 第三局下半场 就变成了一个表演赛了 我们稍时休想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